《何西阿书》第七章 我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林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因为他们行欺诈 小偷入屋偷窃 强盗在外抢劫 他们心里并未想到 我记得他们的一切罪恶 他们所做的一切 现在都围绕他们 都在我面前 他们以自己的恶行讨亡欢喜 用自己的虚谎叫领袖快乐 他们全是犯奸淫的 像一个被烤饼的人烧热的火炉 从团面直到全团发酵的时候 烤饼的人暂停食火发旺 在我们王喜庆的日子 领袖们因酒的烈性而生病 王就与谢曼人联手 他们阴谋埋伏的时候 心中烧得热如火炉 他们整夜抑制怒气 一到早晨 却像发出火焰的火燃烧起来 所有的人都热如火炉 吞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所有的君王都倒闭了 他们中间 没有一人向我呼求 以法连与外族混杂 以法连是没有翻过的饼 外族人吞吃了他的力量 他却不知道 他头上满是白发 他也不晓得 虽然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指证自己 他们却不回转 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 也不因此寻求他 以法连好像一只愚蠢无知的鸽子 他们向埃及求助 投奔亚树 但他们去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网 撒在他们身上 我要把他们 如同空中的飞鸟打下来 我要按着他们会众所听见的 惩罚他们 他们诱惑了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他们遭毁灭 因为他们背叛了我 我虽然想救赎他们 他们却对我说谎 他们并没有真心向我呼求 只是在床上哀痛罢了 他们为了五骨和辛酒 割伤自己 仍然背逆我 我虽然锻炼他们的手臂 使他们有力 他们却图谋恶计攻击我 他们转向巴黎 成了不可靠的功 他们的领袖 因自己舌头上的狂傲 倒在刀下 这在埃及地 必成为被人讥笑的对象 感谢观看